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董老师 今天呀 我们一起来学习 口语交际 即兴发言 怎样更好的交流 更好的通过言语影响他人 领导他人 怎样在简短的时间里 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想法 达到交流的目的 把事情做得更好 生活中有些场合 需要我们做一些即兴发言 即兴发言 是临场有感而发的演讲 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 没有太多准备 让你快速组织语言 临场发会 本次口语交际的内容就是即兴发言 根据所给题目 稍作准备 然后做即兴发言 同学们发现了吧 即兴发言的特点呢 是没有太多的准备时间 临场发会 根据所给的题目 稍作准备之后 就要做即兴的发言 班里来了新同学 班主任让你代表 全班同学 表示欢迎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即兴发言 学校作文比赛获奖 老师临时让你发表获奖感言 参加爷爷的寿宴 宴席上向爷爷说几句祝福的话 像这种不同的情境下 同学们呀 你们就要想一想 稍作准备 略微思考之后 进行一段即兴发言 或者是这么一个偶遇事件 在街上玩耍 陆域电视台采访 记者让你谈谈对小学生带手机去学校的看法 这更是要做即兴发言了 即兴发言 首先要明确主题 确定话题后 要迅速地判断发言的主题 是致欢迎词 还是获奖感言 还是答记者问等等 只有确定了自己发言的主题 才能开始构思自己的发言稿 明确主题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打好复稿 根据场合 对象 气氛等等 快速理顺思路 确定围绕主题 谈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哪一点需要多讲几句 同学们 要弄清楚自己谈几个方面的问题 哪一个方面我准备多谈一些 这个时候都要开始快速地理清这个顺序 开始构思内容 打复稿要注意 一定要想清楚 重点说什么 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 注意说话的场合和对象 打好了复稿 下面就开始大胆发言 情绪饱满 镇定从容 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逐条说清楚 可能我们听着觉得无所谓 但是上台发言的这个人 真的是要经历一场艰苦的斗争呢 要想做到情绪饱满 镇定从容 还真不容易 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 还需要提前打好自己的复稿 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在台上侃侃而谈 四 评比总结 同学们可以互评 选出发言最精彩的小演讲架 交流总结 肯定值得大家借鉴的地方 归纳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 发言人他在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 有时候本人是意识不到的 那么别人提出这种合理化的建议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改正 让自己的发言更为精彩 一 班里来了新同学 班主任让你代表全班同学表示欢迎 创设这么一个情境 二 学校作文比赛获奖 老师临时让你发表获奖感言 三 同学转学要走 你代表全班同学说几句话 第一个情境是有新同学要来 第三个情境是有同学要转走 那么这不同的事件 发言的内容也应该是不同的 四 在街上玩耍 录狱电视台采访 记者让你谈谈小学生带手机去学校的看法 小组内可以用抽叙号的方式 各自选择一个话题 练习一下急性发言吧 从里面可以选出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也是自己最擅长的话题 那么去练习一下 准备进行急性发言 我抽到的是一号 我先说吧 自告奋勇的勇气 值得嘉奖 我们小组小明的急性发言最精彩 他说的内容很有条理 语气自然 态度很大方 同学们给予小明很高的评价 不管是内容上 还是语气上 还是态度上 大家都觉得小明啊 他的急性发言非常精彩 这位同学说 我觉得我的急性发言能力有待于提高 我很紧张 以后要多练习 说钱 打个复稿 争取说的有条理些 这位同学对自己的急性发言 做了深刻的剖析 他说 因为自己太紧张了 所以造成了他说的条理性上差了一些 能找到自己问题的所在 相信这位同学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棒 咱们小组内互相提出交流话题 继续进行组内急性发言练习吧 急性发言这种活动啊 可以经常练习 有利于提高同学们的思维能力 以及表达能力 非常有帮助 同学们可以试一试 一定要注意提前打复稿 想清楚重点说什么 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 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场合和对象 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对象 你的语气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创设了这样几个情境 第一个 还是班里来了新同学 我们表示欢迎 该怎么说呢 第二个情境 作文比赛获奖 老师呢 临时让你发表一个获奖感言 参加爷爷的寿宴 宴席上向爷爷说几句祝福的话 第四个情境 在街上玩耍 陆域电视台采访 记者让你谈谈对小学生带手机去学校的看法 同学们 创设了这四个情境 你可以选出自己最最喜欢 最最拿手的一个情境来说 先打好复稿 然后上台进行即兴发言 比如说 有新同学入班了 那么 壮壮 你作为代表 来进行欢迎词的即兴发言吧 壮壮是这样说的 首先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新同学的到来 这个开场白非常好 一下呀 就拉近了与新同学之间的关系 对于你的到来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我们这个班 是一个团结 文明 进取的班级 新同学的加入 必定会给我们班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愿我们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 互相帮助 团结有爱 共同为我们的理想而奋斗 短短的几句话 让我们觉得呀 壮壮同学 确实在表达上 有自己的高照 首先 开场白就很好 接下来又介绍了 自己这个班级的特点 这是一个团结 文明 进取的班级 团体 也就是让新同学来了之后 不要觉得陌生 不要觉得生疏 那么新同学加入之后 必定会给我们班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下就肯定了 新同学的重要性 还展望了未来 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团结有爱 共同为我们的理想而奋斗 作为一个新转来的同学 听到这样的欢迎词 这样的即兴发言 内心肯定是肯定是非常感动而激动的 作文比赛上获奖了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和光荣的事情呀 老师说 请你说一说自己的获奖感言 圆圆是这样说的 她说 首先我要感谢学校领导 给我这次参加比赛的机会 呀 多么会说话的孩子呀 她呢 知道去感谢学校 是学校领导 给了她这次参赛的机会 让我可以一展风采 其次 我要感谢老师的指导 是老师使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写作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高 是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写作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不断鞭策自己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获奖感言 让人觉得呀 这是一个非常勤奋 而且谦虚 懂得感恩的孩子 她首先感谢了学校领导 接下来呢 她又感谢了自己的老师 是老师对她的指导 让她成就了今天获奖这个事实 老师在她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写作能力方面 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没有老师就没有这次获奖 那么最后她又提到了自己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不断鞭策自己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意思是说 我不是停止不前了 不是说在荣誉面前 骄傲自大了 而是要更加的努力 让自己取得更高的 更好的成绩 同学们 在爷爷的这个生日宴会上 该怎样向爷爷说几句 祝福的话呢 多么祥和幸福的氛围 刚才老师就在强调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人物 说话的内容和语气 也要不同 这个说话的对象 是长辈 是爷爷 那么说话的时候 就要注意 调理性和礼貌性 露露是这样说的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在这里 我要祝亲爱的爷爷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一直陪着您 我们一起聊天 散步 下棋 旅游 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 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不辜负您的教导和殷切期望 为家族争光 原本呢 我们想着 对爷爷说的祝福的话 可能就是一般性的 身体健康啊 兽笔南山啊 等等 但是露露 她说的这段话 却令人十分感动 她说了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接下来 她把自己的祝福 送给了爷爷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她接下来说的内容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是对长辈说的 所以她说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一直陪着您 对于老人来说 她最期盼的是什么 最期盼的是儿孙满堂 大家都能和她在一起 每天快快乐乐的生活 所以抓住这一点 露露说 我会一直陪着您 陪您干什么呀 聊天 散步 下棋 旅游 这些远比 为老人过一次生日宴会 要重要的多 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 那么 作为长辈 她对儿孙最大的期盼 除了陪着自己之外 还有什么呢 对呀 就是希望孩子们学业有成 针对这一点 露露又说 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不辜负您的教导 和殷切期望 为家族争光 多会说话呀 任何一位老人 听了这样的急性发言 都会心花怒放 既祝了自己身体健康 生日快乐 又表达了对自己陪伴的愿望 哎呀 爷爷肯定激动的呀 合不拢嘴了 再来看这个情景 这可是一个偶然事件 街头的采访 飞飞遇到了记者的采访 问她小学生带手机进学校 这个话题 飞飞是这样的 我认为小学生不应该 带手机去学校 飞飞开篇就说了 自己明确的观点 不应该带手机去学校 因为带手机去学校 容易让我们分心 注意力不集中 我们去学校是为了学知识 学做人 学做人 课内有丰富的学科知识 课外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全身投入进去 我们一定受益 肥浅 她说的有理有据 先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先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应该带手机去学校 一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注意力不集中 那听课的效果就会很差 那就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学习成绩了 再有 手机里的内容固然丰富多彩 但是学校生活照样也是多姿多彩呀 在学校里 课堂上可以学知识 课外呢 又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可以去操场上体育课 可以去音乐教室上音乐课 那么大课间课外活动的时候 还可以去打球 跑步等等 也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去看手机的这个机会和必要啊 只要自己全身的投入到学习当中 那么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 带个手机 反而成了累赘 看 沸沸的观点多么明确 而且她的给出的理由是多么的充分呢 任何一个听到的人都会觉得幸福 魏菲菲竖起大拇指 说得太好了 那么同学们 通过这节课的口语交集 同学们有什么收获呢 跟大家交流一下吧 一节课上完了 而且列出了四个情境 新同学转来刚入班的时候 还有什么呢 还有爷爷的生日宴会上 还有在街上偶遇记者的提问 这些情境 这些情境都让我们把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展示 进行了极性的发言 那么有了这么 有了这么些的我们极性发言的机会 那么你们有什么收获呢 我们来交流一下 这位同学说 我知道了 生活中 处处都离不开 极性发言 所以以后要积极发言 才会越来越敢说 会说 这位同学说得多好呀 其实不光我们创造的那些情境 在课堂上 如果老师随便抛出一个话题 比如说课文中的一个问题 让大家去商讨 小组讨论交流完了之后呢 可以派代表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也算是极性发言呀 因为准备的时间也不长 在班里 在课堂上 同学与同学之间的表现是不同的 有的同学 条理清楚 谈吐非凡 可是有的同学 站起来之后呢 怎么样啊 脸上通红 干张嘴 却说不出什么来 那么 他也许是心里知道答案 但是在表达上却十分的困难 像这样的同学 我们就应该鼓励他 多进行 极性的发言 锻炼自己的勇气和胆量 磨炼自己 极性发言的 这种能力 慢慢的 就会越来越敢说 越来越会说了 这位同学说 我知道了 极性发言 要注意的事项 注意什么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也知道了 极性发言是一种能力 要多加练习 现在我们来回顾回顾 注意的事项吧 首先 我们上台的时候 精神状态要怎样 对 要饱满 要镇定 从容 不要慌张 而且呢 因为我们提前打好了复稿 把自己要讲的内容 条理的表达 想要说什么 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我的哪一个话题 想重点来说 多说几句 这些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富有诗书气自华嘛 心里呀 有水 有准备 这样到了台上侃侃而谈 大家都会被你的发言所吸引的 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应该注意 不同的场合 面对不同的人物 我们的极性发言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语气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后说 极性发言是一种能力要多加练习 说得太对了 没有水 天生就是演讲家 那么他的这种能力呀 都是不断的锻炼 不断的练习得来的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就拿课堂上一个回答问题来说 如果站起来能够从容的流利的对答 这就说明啊 你的这种极性的发言的能力就很强 同学们 上完这节课 相信大家呀 以后再有机会极性发言的时候 一定能表现的非常的精彩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下课